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 突襲以色列造成嚴重傷亡,國際社會紛紛譴責哈馬斯掀起恐怖攻擊,但北京卻背道而馳,不單止不肯強烈譴責哈馬斯, 還透過官媒吹捧哈馬斯特集有力,嘲諷以色列情報部門,吃肝煩,並揚言,你動我台海,我就動你以色列,一系列舉動引發外界關注,以巴衝突中共放風,你動台海,我動以色列,以巴衝突成為10月9日中國外交部記者會的焦點, 繼中國外交部先前聲明表示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後,北京日報旗下新媒體,長安街之時亦有報導, 無靈系九日會上重申,解決以巴衝突循環往復的出路在於恢復和談,落實兩國方案。 當日,有記者問到, 伊斯蘭組織哈馬斯上週六的攻擊,已造成逾700人死亡,其中多數是平民,另有數十人被綁架至加殺。 中國政府是否認為這些行為是恐怖主義行為,時,無靈謹稱,我們對緊張局勢加劇及暴力升級心表關切,對於衝突造成平民傷亡感到十分痛心,反對及譴責傷害平民的行為。 發生社報導,無靈系記者會尚未批評哈馬斯掀起這場戰爭。 而先前是週日,北京外交發言人亦表示,中方對當前巴爾緊張局勢加劇及暴力升級心表關切,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克制,立即停火,保護平民,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。 北京的表態絲毫無同情被哈馬斯綁架及殘殺的平民之意,這些引起國際社會關注。 目前,民主國家或國際社會,普遍譴責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攻擊,並表達支持以色列智慧的立場,但中共官方卻明顯背道而馳。 黨媒,環球時報,前總編輯胡錫進,是微博發文聲稱,哈馬斯保密做得好,襲擊突然,有力,相比之下,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。 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告,都變成,吃乾飯的。 他認為以色列這次吃了大規,因為被俘虜的軍民將淪為哈馬斯的籌碼,雖然以軍勢必展開猛烈報復,但若狂光濫炸傷及平民,恐遭國際輿論譴責。 因此,以軍如何反擊,從設計到實施都市挑戰。 官媒新華網,總編輯助理。 流洪的微博帳號,牛彈琴,也發文聲稱,以色列犯下兩個致命錯誤,分別是情報工作嚴重疏漏,以及軍隊反應過於遲鈍,此次襲擊,展現了哈馬斯的強大生命力和戰鬥力。 鳳凰網署署名,資格明史,的文章。 你動我台海,我就動你以色列。 中國是敘利亞,將有三方面有突破,則指責美國是南海的行動,說美國阻礙台灣回歸,中國已經忍受得夠累了。 文章更直言。 這次中國準備反擊美國,與敘利亞建立緊密合作,打擊美國的棋子以色列。 以巴戰爭與辛邪惡族心三國有關? 是中國官方輿論大動下,也有不少中國網友對周哈馬斯魯為人自敵。 以色列平民家庭表示不同情,有人是微博留言聲稱,以色列全民伏兵役,吾全都是軍人嗎? 巴勒斯坦人亦一樣被羹羊對待,以色列,搶土地的時候,吾台台殺了人多人。 亦有部分中國網友轉發以往以巴衝突中,巴勒斯坦遙難者的照片,稱國際為以色列發聲,是人性上有缺失。 對此,獨立時評人蔡神坤。 懷疑以巴紛爭背後很有可能存在中共身影,因為哈馬斯發動這場戰爭,絕對不是心血來潮,是經過精心的準備。 我認為是某種意義上,中共,這次是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冒險嘗試,這種嘗試對中共侵台是有很大的直鑑作用。 前財經記者胡彩平 亦曾質疑這場衝突升級背後恐怕不單純,哈馬斯背後如果沒有人,哪有更大膽打以色列,還會用無人機各種新戰術。 這下以色列一定是勞到要滅巴勒斯坦,陷入長期混亂難以避免。 他指出,俄烏戰事未完,但現在以色列出事,美國不可能不理,這些是公敵必救。 美國要同時支援兩個戰場,更台灣對日本的依賴必定加深,下一步當然就是朝鮮要去騷擾日本,讓日本不能救援台灣,更讓中共先能席取。 普丁,金正恩,習近平見面的時候,就是邪惡軸心出現的時候,為什麼中共軍序大移動,當然不是什麼腐敗問題,中共軍序就沒有不腐敗的人。 以巴開戰前北京動作頻頻。 另外,值得一提的是,在這次哈馬斯特集以色列之前,習近平分別與巴勒斯坦、伊朗以及敘利亞有過接觸。 今年3月,中國撮合伊朗與沙烏地亞拉伯。 這對伊斯蘭縮迪伏交後,有派中東問題特使系以色列、巴勒斯坦間穿梭,推動解決以巴問題,展現調解人姿態。 6月14日,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,又邀約巴勒斯坦總統亞巴斯訪問北京,習並強調,中國是最早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國家之一。 他還說,中國始終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,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全面、公正、持久解決。 當時中巴雙方宣布建立戰略夥伴關係。 8月24日,習近平在約翰內斯堡,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期間。 會見了伊朗總統萊希,並在當時表態支持伊朗成為金磚正式成員。 此外,在杭州亞運會開幕時,中共曾高調邀請敘利亞亞薩德參加開幕式,並以專機接送。 而亞薩德歷來被認為是巴勒斯坦的鐵桿支持者。 伊朗總統萊希 伊朗總統萊希